三三路哈渡路 阿哈里哪阿里 在公園资订 口比信息含何冬五京 有西拉雅九六的国秀浩中 演唱西拉雅的冠声中 西拉雅文化节 11月26号中正式典典 22号生在英华市政党心 教会旗交会 今年的文化节是 它就造读西拉雅作为外党的重点 不止有音乐文化 还有西拉雅组团的主题探讨 连公圈也要来赴上西拉雅的无言 那今年呢 我们特别是用 在上面西拉雅走读的意思 夜读的意思 那我想也是最主要 今年也是我们台湾最早的 这个我们心改的学校 今年是380周年 所以我们特别用夜读的方式 这礼拜的11月26号 我们要在我们的 盐大百货的广场 那这一读呢 是我们西拉雅的族人 部落的族人 把我们的农客产品 我们的手工艺品 以及西拉雅地区 我们所有的校长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到盐柏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视频 把我们的生活面面观分享 在12月开始 我们的公车系统 就都可以开始听到西拉雅化的 这个语言的公车的播音的系统 我们非常希望将西拉雅的这些语言 以及这些生活智慧能够推广出去 让大家能够来认识 这个全台湾 在整个全台湾的所有民族 里面最先登上 国际舞台的这个民族 能够发光发热 大约在推特西拉雅贞名 运动的热市长讲话的时候 稍先是来感谢 蔡英文总统 在到西拉雅贞名的支持 今年呢 我们抱着比较高兴的心情 来举办西拉雅魔法祭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再次感谢蔡英文总统 对西拉雅贞名的支持 那我也非常恭喜 我们所有西拉雅族的朋友 多年来的心愿 终于已经要达成 那我们也希望今年的西拉雅文化祭 能够更加的成功 做独西拉雅也要 让老师长收到一首歌 那就是独你 我想到一首歌 就独你 独你千变也不愿倦 那我觉得这个独你千变也不愿倦 独西拉雅一定可以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呢 刚刚唱了第二首歌 我就说 哇这个西拉雅就真的很棒 歌曲的名字竟然叫做 在山中看到一只小鸟 你看 哇 那小孩在长大 所以马上能够想到那种情境 哇那种多么棒的这个境界 所以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 我们非常欢迎台南市市民 或者是全国的好朋友 要读西拉雅 就要来到台南 然后来到台南呢 最好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阅读 最后一场是含着五位校长 进行开车的医生 卡董西拉雅文化节 请揭开第五届台南市西拉雅文化节 我们的格斯基纳走东西拉雅 开书一次 宣告活动正式开始 西拉雅文化节 在 邀请全国的朋友们 一同到我们台南 来参与今年度第五届的台南市 西拉雅文化节 或者是一种最高的药材 一种好颜色 先来吃五位 在下车的询olen